我们录今天的最后一条影片 原本想今天就应该回复正常了 就是录五条影片 但是因为真的 发烧 仍然有少少了 就没问题了 已经好很多了 多谢大家关心 大家会很理解的 我其实很喜欢说话的 我都说这个工作的模式 就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模式 所以我 我想我应该做这份工作 做了最久 我将会 计划做了最久 所以最近看到 梁仔讲的关于我的情况 他也没有兴趣说话 我想我不会 我想我是从自出世到现在 都是不停 很喜欢说话的人 说话说到瘋了 你不想问我老婆就知道了 总不说话就像死那样 这条影片讲有关于 地产 除了地产 除了私人地产之外 我都经常要说 写字楼 今年的甲级写字楼 相计因为有些新的 空置率一直 被人推高 今天写字楼的空置 已经达到历史的新高 叫做甲级写字楼 甲级写字楼 空置率是相对来说 最低的 但是都已经 比起月级 丙级更加低 但是他去到历史的新高 就是16.9% 亦都告诉你 香港的 好的企业 他们就租不了 这么贵的 office 或者是有一些跨国企业 他已经决定走 不再在这里做 我都说要记住一件事 那些 是相辅相成的 比如说有 有几家大的企业在这里 他就养到那些 什么回计司行 核数司行 律司行 这些 就在他旁边 又是这样开 那这些全部都是 租 甲级 或者是月级的 写字楼 甲级 就在这个 中环库 那你一走 这些企业就走 其他就走 所以 空置率就会一直不停上升 好了 现在已经涉及了 1500万平方尺的 楼面需要租出去 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你要大致这么想 就是你经营一个 租务的话 如果你长期有 16.9%的 代租的免职的话 实际上 你要收到的租金 只有8成多 8成多 这就很严重了 因为你要去 还你的银行贷款 还有很多东西 很多人甚至乎 把租金 有些人做他们的 生活费 又或者是 某些人 他用来顶着 一些生意 诸如此类都有很多 所以今年的 租金 大家会估计 还会再跌 大约一成 2024年 第二季的甲级社交流 租资量 就是放缓了 当然 没有那么多企业要租 那就放缓了 总租资的 租资 应该是叫 不是租资 租资 sorry 上季 下降了27% 到了100万平方尺 同时第二季的 生增的 供应面积 是达到63万 63.1万 你是死不死 就是 就是 你的供应这么大 那你当然会 令到很多 即是刺的地方 会走出来 就是 要求的就少了 但是供应就多了 令到上半年的 新增的供应 达到150万平方尺 至此空置率就创新高 这个是跟 住宅楼宇 很相似 为什么 因为 是大约 2015年 至2017年之间 首先是国研机构 或者是大陆的内房股 然后就是香港的地产股 就是地产公司 他们看到中央就放人到香港 那个势头 也有一些承诺了 于是中资 就 不停 和中银 拿贷款 就在香港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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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地方 那些香港的地产商 是不是傻了 收到风 大哥 中央要发展香港 这次 比之前那个 放自由行 更夸张 哇 于是乎 过过讯了 就走下去 看看四叔 李嘉诚走 他就冲进去 出资 那时候 2011年 做的手组 这些路路 到了2024年 到这7年之后 差不多现在爆发出来 等于 Handerson 那些就是当时 买地的 现在 前一两年就开始 起了出来 终于现在 空置率就极之高 死了 大家都想不到 原来那个形势 是 突然间逆转 死了 那这个就是 香港之所以 连住宅楼和商业楼 死的原因 你记住就是 这个很有特色的 就是叫做 建议经济 大家就想着 中央政府 就会 扔一些人到香港 扔一些经济 以前炒起 这个自由行 炒起 还会一直上 那样 于是乎 就把钱都放进去 哈哈 这次 就 中了 有内幕消息 这么过瘾 以前有内幕消息 就会发达 这次有内幕消息 你又不糟糕 现在的甲级写字楼 总空置面积 达到 1500万平方尺 空置率达到 16.9% 两者军力达到最新 创新高 而核心区的中环 因为有两栋新的项目 落成 大家都知道 空置率在短短半年之间 由9.7% 变成14% 这是20年来首次达到14% 在租金方面 就下跌了2.1% 虽然说是2.1% 但是因为有很多 古灵精怪的 免租期 这些老老 就 租金租金 其实现在的租金 是非常非常差的 下半年虽然预计 商务的活动 是达到上面的理想 但是大批的 要消化 也没有人租 所以商务活动 虽然增加 但甲级社制度的租金 仍然会下跌 我估计 全然会跌到 大约10% 甚至乎以上 当然 香港就有很多 地产商 很识用一些数字 来 令到 它的 账面 很肚腿 刚才我说的 你拿来 我回赠给你 现在回赠 30% 就是减了30% 30%的租金 真的很夸张 那些地产经纪 又将部分的 就是那些 回赠又给回租客 其实令到 租金的 免价 仍然是 很高的 好了 在商铺方面 另外除了在 这个的 写字楼之外 今年第2季的空节率 就 相比上一季 升了0.2% 也不算太多 但是较到2023年底的 9.1% 已经有 显著改善 通关之后 租务的气氛 未有明显的改善 第2季的 舖租 上升了大约1% 因为旅客的数字 逐渐增长 预计下半年 核心区域的 舖位租务 仍然向好 全年租金会上升 5-10% 这是真的 香港个别的行业 个别的铺位 租金正在升 当然中间 曾经跌得太厉害 所以现在慢慢慢慢升 近期内地的餐饮业 出现了个别的 建业情况 不同的内地的餐饮品牌 仍然是寻找 适合的营运地点 即是说 虽然有很多 在大陆下来的餐饮业 是不太行 但是他们交了学费之后 不代表其他的餐饮业 不下来香港 因为一个连锁的话 他们一定会 有兴趣可以 在香港插旗 查询在香港落户的 内地品牌仍然很多 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 抗充的 个案 这个很合理的 香港 中国这么大的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品牌 每个城市都会冲来香港 这真的很夸张 他会代表了一定 的人会来香港 找些店舖 但当然他们成不成功 可以拆掉旗 这是一个难度 因为他们在请人方面 也不容易 好 今年上半年 本港商铺的租赛 势头就疲弱 部分人可能是租赛 租赛 租赛 租赛的空间 减少 消费模式 不确定 增加 所以消费模式 不确定 就是不想消费 浪费 今年 最后的 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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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消费量 这个价值 很重要 比去年同期下跌了6.1% 这个真实 即是说 我理得你租赛 但是实际上的消费的价值 跌了6.1% 这样大件事 商铺租赛方面 餐产业仍然是主要的商铺的需求动力 因为要的地方比较大 因为今年第2季 租赛的量达到19.7万平方尺 虽然旅客人数反弹慢 中标零售业及药房的需求放缓 但是较低的租赛 推动时尚品牌进入核心的 区域和抗张 即是说 你租赛便宜了 你租赛便宜了 有些做服装 或者是鞋类 他们这些品牌 他们都需要找这些比较好的铺位 他们不愿意去扩展 因为你便宜了 那就有机会赚钱 所以他们就会 仍然是继续 即是找到铺了 以前 租太贵 不敢租 那好了 商铺的空置率方面 今年第2季的空置率 较上一季 上升了0.2的百分点 相对2023年的9.1的百分点 显示了 你刚才也说过了 至今年上半年 中环的空置率 由10.8的百分点 改善到9.2 尖沙咀的空置率 就基本是 一样 铜锣环的空置率 由5.3减到3.9 旺角的空置率 由9.7 改善到6.3 商铺的租金方面 租资金的势头放缩 导致租资金增长放缩 今年第2季整体的租资金 较上一季的增长是1% 而今年的第1季 较上一季的增长是2.7% 今年上半年上升了3.7% 今年上半年的租资金的势头放缩 但仍然超过了2018和19的水平 主要都是餐饮业的表现 如果是好的话 就令到租的地方会多 酒吧就例外了 差了一点 现在核心的街铺 铺租仍然 是低于2019年 大约30% 所以它整体的 租资金是跌了的 但就回不回到以前的整个 整个稳定的一个 暢黄的 势 好了 说一下工业市场 过去两三年比较稳定的工业市场 第二季出现了空置率上升的情况 其实都会带动 所有都会 倒下 其中当然是仓库 不需要卖那么多东西 买卖也少了 总加是低了 于是 仓库的空置率上升了2.5% 7.9% 持续的空置率 压低了 压力 导致仓库的租金较上跪下跌了1.5% 这是自2020年第四季以来第2次按归下跌 主要由于中国经济的复苏 缓满 导致工业的市场需求缓满 预计今年的仓务 租金还会持续下跌 全面的经济放缓 很明显是这次香港 无论是写字楼 商铺 和 工业大厦 倉库 需求下跌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大家有一件事要 认识清楚 这次的 冲击 比以前更加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想想想 之前我们遇到的危机 石油危机 亚洲金融风暴 这些 要是区域性的 衰退 要是全球性的国际的衰退冲击 那么 一说了很久 你看 这些伤风刹在那里 这些所谓的 之前那些冲击 是国际性的 在美国搞起了金融风暴 或者是区域性压张的 金融风暴 那不是 香港 只是发生在香港 但是这次就不同 这次爆发的源头 其实是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牵动起 整个中国 就是美国就要你中国 在经济上 要 跌下去 不让你中国再有机会 再攀上来 你这么困难吧 就在这个的 自由世界的情况之后 支持之下 你赚到钱 跟着又 廿文廿武的 走去 又 占了南海 朱尔署的东西 他就给你 你去呀你去呀你去呀 尽量去呀 你不就用几千亿 去那些岛 跟着用 那些钱来 去那些 航空无栏 去呀 他叫你去 跟着他又另外 就再 他有借口 在这个国会里面 就让他们再做多些 军火呀 这些路 对他们来说 军人方面 很开心 就跟你竞逐了 于是乎 就逼你中国 去这个 军事 竞争 军备竞争 来呀来呀来呀 接着就好了 当你军备竞争 开始了 你只是支出很大 那里浪费了很多钱 那他又怎样呢 就勒死你的经济 接着 中美网站首先 叫回那些厂 就离开了你了 不要再在大陆那里生产了 因为以前在大陆生产 那些东西其实是运到欧美的 在欧美是赚大钱的 好了 现在 不行了 告诉你 你在大陆生产 我加利重税 那就是说 没意思啦 你在大陆那个生产 于是搬了去东南亚国家 那就走了 一路走 路走走 你中国就没了量 没了新鲜的技术 因为他来到 是教技术给你 第二天就没了 一大堆的工作机会 那些人就会 找不到东西 那就糟糕了 那这里有很多问题出现了 好了 接着最重要的就是 你中国 那些货 进去 美国市场 欧美市场 开始 打你重的关税 那你就 自己本身 就算你不是 人类外国的开厂 你自己开厂 你就发觉 无理可途 你要么就走 搬去外国 那些东南亚国家 或者墨西哥 那样 如果不是的话 你 留在香港 留在中国 就没什么用 那整个中国 因为这样 经济就突变 一路 逐年逐年 一路跌 从2018年到现在 2024年 六年 已经足够令到中国 进入一个非常之 艰难的 滲局 跌了下去 香港 其实已经是 徹底的经济 和中国 挂钩 那 中国都没有货 香港那些码头 运轨吗 什么都没得运 对不对 再加上 大家不仅在贸易方面对付你 还要在其他各方面 比如说金融 再加上最重要的就是 高科技方面禁运 令到你 死下死下 有很多已经 摆脱了香港 为什么呢 香港现在是一个 共产香港 大家不认同 这个 中国 就再是 一个 他们需要 去扶持的国家 西方 西方国家很明显地 跟中国说 你不走民主的路 你不走自由经济 就请你离开我们的体系 西方国家 不会给高科的你 会逐渐抵制 为西方生产物品的 国内开厂公司 就远远远离开了中国 主要到东南亚 其他民主的国家 的地方 很明显的 这个是很长远 和不会改变的策略 西方的世界 很想中国丢借 而中国丢借 香港是一定的 所以这个模式 是 就是 这个结构 大家要很认识清楚 这件事情 发生在 中国 和香港两者之间 所以香港最主要是 缺口来帮中国取资金 如果你要打中国 就一定要打香港 所以香港是首当其冲 为什么那么多国际的企业 就陆陆续续离开了香港 中国根本就帮不了 你以前就说我下自由行 是因为以前中国是一直上 现在中国一直下 所以他根本自顾不下 你举得你 所以就很有趣 之前就说 放些人来香港 但是中国大陆还想着 是以前的形式 现在连有钱那帮中国人 他都完全不相信中国 就算来香港 他也是想利用香港 作为一个跳板 就离开了中国 他自己可能继续挨 他下一代已经送了去外国 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跟以前的自由行 那个感觉是两回事 那更加大惡的就是 其实 你就走路打肚腾 整天都是这样 那么 任何了解国际事务的事 就知道 2008年 就是那个中美贸易战 已经令到香港的 物业 股票 一大堆的资产 就没有了 就是 一路一路的价值 不断跌了 所以任何一个人 其实应该在2018年 认识国际事务 已经会将他的东西 全部卖掉 这一件事是最好的 好了 更加大惡的就是 就对了 遇到前两年的AI革命 没有了美国 但是欧洲社会的高科技支援 很快中国就会慢慢变得很落后 所以现在说 check GBT 这些都慢慢不让中国去占有它 那你香港其实是被连累了 你香港以前什么都有 现在什么高科技都没有了 没有了 我记得以前我们回中国的时候 其实很多做厂的朋友 在做某些贸易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唯一是有这样的能量 赢了那帮大陆人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随时上网 懂得到外国找一大堆东西 他们还没懂这一件事 所以那个的能量是比他们强 譬如说你突然走去日本 某些网里面看看最新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copy 然后扔出来给他们 他们觉得很厉害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上网当然只有他们就懂了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 香港那帮的人已经是 再利用不了所谓上网的过程 因为以前是上网 现在就不是 现在就是利用AI 那你之后呢 你利用不到AI 那这样就糟糕了 譬如说我说的很简单 就是就算做一个KOL 那样 日后你都会用AI去帮忙的 譬如说你写完篇文 你问他的东西 AI回答了你 研究你一大堆东西 去改善你的篇文 那你就可以讲到一些 很精彩的东西出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了AI 你不懂AI的话 那就是做不了了 所以香港的人就将会 以前说的就越来越蠢 就是我们讲两个阶段 以前去到大陆的时候 你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努力去铺网 就是说 就是以前的 你只要网速越来越快 你这个国家的人就越聪明 因为你很快得到你的资讯 很快得到你的答案 于是乎人就会 常常都上网 学到很多东西 那当然了 国际互联网很重要 那但是 现在已经封了很久了 那这个网速呢 是对你整个国家的民众 那个的知识水平 就帮助了很大 好了 但是现在到AI 就已经也是两回事 AI是变成了帮助你在世界上 所有的东西 他训练了 他是最聪明的 他想到你人类 没有人想到的东西 就是一个很 就是等于你永远有一个 超级聪明的老师在你旁边 那么他就给了所有东西 你又不需要给钱他 哇 那你就发达了 那你什么都得了 譬如你讲 我要讲CHIPS的那个 就是一篇文章 他就给了整个公司 我就可以讲 可以 UCF的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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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速發展都是依靠著科技 最早期的蒸氣機 我們突然間有很多新科技 例如電話、電視、飛機 人們的生活就開始進入文明社會 飛躍向前 當你剛才說的電腦在2000年的時候出現 你沒有電腦 你怎麼做呢 就是兩回事 立刻整個上學學習的情況都兩回事改變 難道我們小時候有電腦學習這些是更好的 到了之後的移動網絡就更加誇張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上網 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都可以知道所有東西 你現在看看 我們是在後台看到的 80%以上的人 他是用移動的手機、平板 來聽我們的KOL的節目 很誇張 他不再坐在家裡 看著電視機 所以有些婆婆 有些公公 他們說 我把劉先生利爾的影片 射到電視上 他很開心 於是他一邊看一邊看一邊看 一邊知道所有東西 但絕大多數的人 仍然是拿著手機 他可以喝茶又聽一下 然後又或者走路 去到公園也聽一下 什麼都可以 真的很方便 很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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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移動互聯網的應用 高速的互聯網 令到整個世界 徹底改變了 而未來人類的社會 再進步 看到那個應用就是AI 所以為什麼 拉斯迪的股票 一直是這麼升 因為AI已經幫助了 不同的公司的發展 令到美國的經濟 越來越暢黃 雖然很多人的工資 是受到壓力 但因為有很多公司 有新的公司 走出來 其實都沒有所謂 沒有了AI的中國 和香港 即是沒有了前途 所以沒有了AI 也不是完全沒有 有自己研發的 但相距很遠 現在美國就要把這個距離 拉到起碼10年 去到10年就幾代 一對幾代就完結了 整個中國的科技 就會跌得很厲害 它現在就是要這樣玩 包括你的武器 都是這樣 一路跌一路跌 它沒有所謂的 它封住你 就不斷跌 等你一直不斷落後 你看現在中國就是這樣 你那些產品都會 以後你沒有了那些chips 那些產品就會越來越差 其餘的地方 即是你很簡單 你現在風扇也好 其實舊的風扇 當然可以 但是已經有很多新的風扇 那些是需要另外的科技去支持它 如果你本身是無法處理的話 其實很難發展下去 或者你做了的話 即是你開始的時候賺不到錢 你一段長時間 建立到你的品牌 才賺到錢 但是當你做了出來 人家就用新的科技去搶你的市場 就很容易 因為你沒有新的科技 你就很難堅持下去 所以這些都是 整個中國現在面臨著很嚴重很嚴重的問題 你每一年看著 它因為科技的落後 慢慢它的成績 它的整體經濟 一路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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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當然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 未來東南亞國家 甚至菲律賓 馬來西亞 泰國 會在科技應用上超越了香港 你不會相信 為什麼呢 香港有很好的大學 但你沒有高科技的支持 整個系統都不給你 那些機器都不給你 你就玩完了 你不會再有更新的情況 包括醫療上的東西 都是的 就會落後 因為它進展得很快 我們自己看手機 拍攝片的攝影機 你一看到 進步是非常非常快 如果你不跟隨的話 就會很嚴重 但它又不能跟隨 現在中港也沒有辦法跟隨 那你就會看到 香港的情況 不說大陸 香港的情況是因為科技的落後 你還會慢慢 逐一點時間 你一直被人拋開了那個距離 這個就是現實上的香港 但是說 菲律賓也有機會過了香港 你不會相信的 神經病 差那麼遠 我們這樣說 當日 深圳改革開放 哪一個人會相信一個這樣的農村地方 古靈精怪的 會變成現在幾千萬人口 中國四大城市之一 沒有了 所以說 如果它要扭轉 那個結構性的改變了 它就會改變了 香港最嚴重的就是 因為你不再有高科技 你不再有高科技的支援 你就會落後 慢慢慢慢 人們會發覺 咦 這件事沒有 那件事沒有的 它就不會來 覺得你香港很落後 現在你不覺得 那3年左右呢 你就會้ ar komplett 所以你要不要說 那你的經濟 就會跌濺 随著 那你就會在樓家後又會褒�奇怪 那首先呢 中國跟香港現在呢 在美國的迫退之下呢 就會慢慢退出這個國際舞台 那些時候呢 香港人是不能夠接受的 香港自從英國統治之後 一直在國際舞台爭取自己的一席位 但是到了現在來說 完全不是你的意思 經濟都倒進去的時候 很難去形容 有些人說 跟大陸的情況會互相配合 我首先告訴你 你有沒有想過大陸的城市 深圳這些都會一路一路落後 你沒有想過 你以為回到大陸的情況 但是大陸的情況 現在是很有 它不同的科技的效果出來 比如深圳有很多科技公司很成功 賣一些產品去外國 如果一直被人打擊你 那你會一直一路退 中國的方法是這樣的 無論是蘇仙 還有其他的電子靈品 電子靈件 即是那些產品 耳機等等 很多 他做了很多這些配件 就扔去西方國家 那 當然 你這堆東西 為什麼你成功呢 是因為 你便宜的 但是 人家不給高科技的東西 你就死了 你就 支持不了 那慢慢 人家用高科技 就會取代了你 甚至乎生產的能力 或者速度都會快過你 那你呢 只是靠人手 搞不定 所以慢慢 深圳的科技公司 都會一路一路落後 因為你沒有了 新科技 你沒有了chips 所以之前的chips 就差得很厲害了 所以你一路看一路看 你就會慢慢發覺 已經死了 為什麼可以更新不了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再加上 中國一直在 俄乎戰爭裡面 非常曖昧 實際上在後面 就back up 這個 哎呀我跌了下去 就是back up 這個俄羅斯 令到歐洲都會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伙伴 所以歐美將會 慢慢一路一路 去抵制中國 令到中國在科技上 一路落後 就讓它丟臉 沒有人會想跟中國打仗 去瘋狂線 十幾億人口打什麼靠 打什麼靠 難道他會統治中國嗎 發瘋了 所以呢 中國的情況 和香港的情況 就會是在 被逼退了在這個 國際市場之內 之外 然後跟著呢 那些人就會 馬上你 慢慢一路一路丟臉 你想不到的方法 回到這個國際市場的話 即是說 你只是能夠 跟水滾堂魚 那有些人就說 中國經常都說 我只是要那個 亞太區而已 但是也不會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其他的地方 除了你很落後的地方 你包括泰國 就是剛才說的 印尼 菲律賓 即是 大馬來西亞這堆 他都會接受 西歐那些的高科技 那麼他現在不夠你來而已 但是他遲下就會過你的 就飛揚 因為他有你沒有 那你就 他就不會再去理中國 所以這個是 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那你就 就問 那樓價 會跌到怎樣 我現在就用一個 比例跟大家去看一下 你現在去看一下 菲律賓 曼谷 吉倫堡的樓價 我就說過 即是二三千元 就是合理一尺 即是尺價二三千元 香港二三萬 好了 那就五千元就是超級豪宅 好了 那這些 核心的城市的樓價 跟香港差那麼遠 那如果他發展 即是當這些地方 發展得比香港 那你就會問 到時香港就變了 即是香港跟菲律賓 或者香港跟馬來西亞 就有可能 這樣就死了 那所以第一次 首先就是 跌到 東南亞的地方 同價 即是二三千元一尺 由現在的二三萬 跌到二三千元一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人家就會升的 但是你繼續跌 即是說 香港去到 一萬多二萬元一尺 是平常市 而菲律賓那些 或者是 即馬來西亞 那些 是二三千元一尺 那是他的五分一 那麼就想 香港會變成 東南亞的 國家的五分一 的樓價 那香港會變成怎樣 你說不會 你不會 你踢回惠州 你就會了 幾十萬 油價樓 所以這個就是香港現在 將會走向那個方向 沒有東西的 你現在說沒有人會相信 但是現實就是這樣 現實就是你的經濟是 帶動你的樓價 你的經濟不行 沒有一個地方 那個樓價會不行 一定是經濟才行 你有經濟 經濟很好 你很聰明的人 很願意衝進去這個城市 去幫他發展 交稅給他 那就搶貴你的樓 方法都是這樣 深圳的樓 就比其他地方貴一點 很合理 你去到維州 去到旁邊的地區 都沒有經濟的 很差的 東莞 那樓價 就會低跌 那麼簡單 這是必然的 所以香港現在 你已經不相信 會這麼差 但是事實上 他是一直向下面跌 信不信 我信 好 商務地產交易 看一下 今年上半年 香港完成了48宗的商業地產交易 創了2008年最低的水平 主要因為 利率高 市況疲弱 由於入境的旅遊復甦很緩慢 地緣政治不確定性 高利率的環境導致了 融資的成本很高 香港商業地產的 市場就很疲弱 這裏 商業地產的 商業地產平約 其實是帶動到另外一個點 你會知道 很多的 大地產商 其實他們擁有了很多的 不同的 雙面地產 當市況不好的時候 或者他們的公司不好 他們會做一件事 就是賣了你的資產 人都是這樣 你只有兩件事 就是賺的錢 和你的資產 去幫你自己 於是 你就賣你的資產 但是如果 整個商業地產交易 是很 很低迷的時候 你是賣資產賣不到 賣不到資產的時候 就會形成財務的困難 在最近 這個情況 就是財務困難的資產 佔了交易總額的 168億 即是73% 即是說 其實 絕大部分的 就是 這些 商業地產交易 是基於他們 搞不定 賣不到樓了 要給銀柱收發 而包括家族辦公室 在內的本地投資者 是45% 賣家 類似 大炒家也好 地產公司也好 他們搞不定 即是波濟 搞不定 那就 財務困難 就要推出市場賣 所以佔了大部分 就是他們的人 當然 這些在往事的時候 衝了最前的 就死了最快 現在你看看 已經一直燒 一直都連續地燒 燒到類似沙沙的地方 即是你知道沙沙 其實他是做生意起家 他賺到錢 但是 近年你也知道 自從海南 搞了免稅店之外 那些人都去了海南那裏賣東西 你發酒品 沙沙就死了 所以沙沙的 cash flow 不行 那裏賣東西 那裏賣東西 不能回來了 那次自然 他就沒有錢 再頂住那些 所謂的 要去炒的樓 於是 你就要去賣樓 你的 財務公司也好 銀行也會跟你說 你都沒有什麼好收入 你發揮賣了的東西 沒有揹著那麼重 別人不願意跟你一起 那你就要賣 好了 將越來越多的財務困難 財務壓力影響的賣家 在美國聯準會FED 將會在9月 之後呢 他們以為準備就會降息 現在這個仍然是一個說法 今年全香港的房地產 投資成交 成交額可以去到 450億 500億 有些市場上出現資產 金月求售的情況 所以跌幅仍然有空間 現在 有關的人 知道的話 其實是了解了有很多的銀主盤 已經堆積了 想去賣出去 所以有大量的 商業地產 需要有人去接手 但是 在這個價格的話 就沒有人去接了 這個就是現實 好 那 所以他們說 那些價格寫字樓 還有5至10%的跌 而倉價應該還有5%的跌 但是通常 你不要相信這些 那麽低調的數字 浪費鬼氣 雖然上半年的租任的 動能就是放緩了 但是仍然超過2018年水平 參與收入 各個情況都不同 好了 那香港商業地產之所以大跌 主要是因為人口外異 長期以來人口和資本的長期流入 以及金融台外略制度的 優越性 就培養出大量的中產 這些中產就是頂住了這些房地產 以及 令到香港的房地產 就形成了 跟公共的房產和商業地產 並行的發展軌道 那這三樣東西 是帶領到香港整體的 資產是很重要的 人口本身 不是資產價格暴漲暴跌 是最直接的 推動原因 人口的漏洞就是 因為人口一漏洞 它一離開了 就產後原 有很多人 流進來 那你就 又有機會 所以 中國政府就是 一直流進來 但是沒有想過 無緣無故 就有幾十萬人 就要走了 就是因為衝擊的事件 房地產和股市一樣 人最關鍵的資源 人就是最關鍵的資源 人走了 就 就沒有辦法再帶動消費 人口不成長 最大的問題就是 人口的轉移 就沒有了 增量 即是你 有人增加 進來 但是也有人走 那就增加不了 那就浪費了 那麼產業的起起落落 總有成長的機會 但是人口 沒有了 就最關鍵的人口資源 因為你人口 然後 它是會 幫你去消費之餘 它還是會 增加你整體那個 銷售的額 所以人口資源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的話 就等於很簡單 你的手機 你多人買 買100個 小人買 買10個 買10個 買100個 兩回事 就是 有些人不明白 有些很貴價的 買就可以 有 不是的 你就算 那個人買 比如說你吃的 餐飲業 你吃的 很貴 但是你都是 有限 你一個人吃 你不能夠 吃很多 所以你吃貴了 只是那間餐廳有用 但是你大體來說 你救不了那個飲食業 所以人口是很重要的 就等於你 香港以前 你賣了那麼多的手機 又帶回去大陸 你就靠 你是有人口的資源 但是因為你背後的人口資源 還要誇張大陸 所以你就是在香港 在一個 信 在一個什麼 先師 以前那個 死了 忘記了那個什麼 死不死 那麼 那個商場 先達 先達 他們不斷就 賣你才可以成功 所以 量很重要 沒有人口就 玩完了 總不可能 每個人 買四個手機 這樣不可能 好 新盤年環低開 二手市場 捱打 這個就是私人喉雨 膠球繼續插水 根據資料 全港八個主要地區 在七月 二手賣賣成交量 交 有五個交上個月同期下錯 全灣跌了70% 死了 其次是斷 下跌了50% 即是二手呢 差不多就沒有人 因為二手 他追不貼價 你看這些數字 你會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什麼呢 為什麼二手會跌得那麼厲害 即是無理頭 為什麼會這麼差的呢 除了經紀經紀經紀 別人去買 一手之外 大哥 我都不是經常傻 我不會不看資料 為什麼我只聽你講 是因為 一手 是跌價 跌得急 現在所以 之前跟你說了 跌急了 因為他們看到 一號貼市貼市賣 已經賣不成了 賣得那10% 10% 20% 不成了 死人了 於是現在 你看到 屯門也好 什麼東西也好 現在是願意 急跌 結果急的數 等你 掀起那個 就是你看得這樣 掀起一個 購買熱潮 那你才有機會做下去 好了 當你跌得那麼急的時候 就會令到 那些二手 跟不上 因為二手那些 減10% 對他們來說 我想死 但是 這些新樓 撲一聲 他就跌了20% 他不理你 因為 要去貨 但是頂不住 所以呢 越是你看到二手市場 那個 淡靜得太厲害了 你立即是壞一手市場 他急跌得很厲害 所以才搶完二手市場的 生意 那 全灣這個月 六島有五宗的成交 是各區中之中最淡 大家不要看好它 6月同期的16宗回落 連跌四個月 比起6月也 那麼差 真是 同期就說 都那麼差 你想想 即是說 你買了之後 沒有人會跟你再買 死不死 全境為一帶 小屋 屋苑 仍未發市 那麼 這些拉鋸戰 就會導致新盤 同時帶來壓力 二手都差了 那麼他就說壓力 為什麼會掉多一點 那就有機會賣 好 接著看看蝕養 馬溫山中心 一座低層 D室三房戶 上面即是634呎 放館了四個月 減價至699萬人 估出 尺價是11000 那麼原業主就是 似乎兩年輸了121萬 另外將軍澳 7月錄得38宗二手賣賣 半月少了9.5% 將軍澳中心 5座低層 A室兩房 叫價700萬 放盤了兩個月 然後減了 都很誇張 減了82萬 就只是用618萬去成交 車價是10幾% 車價是13000多元 低股價是9.3% 即是他都是 不傻的 他都是 基於股價 減少少 這樣去賣 結果 不行 單位兩年 五幾 就 輸了182萬 22.8% 哇 兩年多 這個真是 慘了 真是慘了 老實 這一年跌10%以上 這個就是現在香港的情況 你記住 他當時未有撤辣 還有一個希望 所以呢 這一堆的 樓呢 應該是比今年跌得少 即是說 2022年 和2023年 他跌 這兩年加加賣賣 跌得多 但是2024年才會最厲害 這件事很嚴重 好 元朗二手業主 紛紛便宜賣 交給 即是現在肯便宜賣 證明了 因為看到新樓 都不斷減 沒有人法 本月錄下了有23宗買賣 半月增加了9.5% 元朗厲害 業主肯監價 就帶動了二手回升 過去周末就錄下了13宗的二手買賣 以聯菲利提洛大道 八座低層B室 右面即是649磅 搞得這麼誇張的名字 只有649呎 減價就是72萬 以678萬就沽出 赤價是1萬元 一萬元已經跌到 創遠兔三房 入伙之後新低價 這個已經是整個公園裡面 漂亮的單位 套三房 結果 10,000元到一呎 10,447 上月嶺 一座低層M室一房 減價就300萬成交 赤價是10,638 8元 樓價在五年間的帳面跌了29% 都是這三年 最近這兩三年跌得最厲害 雅典居 我是住過雅典居 一千零多呎 四座低層A室 上面就是775呎 專財家庭租房一年之後轉賣 以價之後 還用908萬 連車位買入 赤價大概是11,000多元 單位在四年 賬面輸了9% 今天這條片最重要 大家要認清楚 一件事 就是 這次香港所有的物業下電 主要的成因 是來自 中國和香港本身 跟西方國家的矛盾 而不是一個區域性 或者國際性的原因 所以壞 只是中國和香港壞 其他地方並沒有壞 如果繼續發展下去 中國和香港都會變成了 經濟落後的地方 甚至乎比起東南大國家更落後 然後下去就會怎樣 樓價就會怎樣 所有物業 價格肯定會徹底改變 而今天的馬來西亞 泰國 我再說一次 他一般的樓價 都是二、三千元一呎 豪宅就五千元一呎 大約只是香港的 可能是四分之一 價錢 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價錢 即是說香港的樓價 就會一直跌 一直跌 跌到那個階段 人家是你的 人家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真可可恐怖 所以你說是不是 香港的樓價 價格會跌到一千多元一呎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覺得 合理 即是 你如果是 不懂得挽救 當然啦 我說跌到那麼低 又誇張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即是你 香港始終有它的能力 有它的金融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說 在現在的 價格來跌一半 這個是很合理的事情 你給我看 我都經常說 看多18個月 即是現在 它沒有跌 是一個 重創 未有這個情況 等它重創出來 你才是考慮 即是你如果跌到 幾千元一呎 你買 輸極有限 你就當你住 是不是 但是升的空間大 所以現在 基本上是不用管 當然要看看當時 也要看看當時 即是整個政府 如何去挽救經濟 如果你挽救不了 完全失敗的 經濟還是沒有機會 反彈 平復的話 其實都不用買 慢慢等它 好了 這一次大致 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點贊和subscribe 謝謝 拜拜